大家好,我是Casper 歡迎來到這一集的開箱日誌 今天我要跟大家來介紹一款非常實用的產品 就是這款小猴離電便吸清洗機 那這款清洗機是我用過市面上非常多款清洗機之後 我最喜歡的款式 為什麼? 因為它這一款可以折疊 可以這樣子折疊 那也因為它有折疊的這個功能 所以它的體積就變得非常小 然後它的重量不到一公斤 它只有900克而已 所以我可以非常輕鬆的把它放在我車子的任何一個角落 那如果說今天下完雨的時候 車子髒髒的我就可以用它很快速的把車子先給它沖乾淨 真的是非常方便,非常的好用 那再加上它的噴頭 這個噴頭,這個噴頭可以把它裝上去 裝上去之後它就有五種模式 它每種模式可以針對不同的髒污去做清潔 那所以說車子有比較髒的地方也是可以把它沖掉 那再加上它的充電有PD快充 所以說它的充電非常快速 那你平常使用的話就不怕沒有電啦 它這款清洗機 還有一個跟市面上非常不一樣的 就是它的質感非常好 來待會攝影師拍一下它的細節 它質感真的非常好 它不像一般的那種整個塑膠感啊 它這看起來真的很棒 好,那我們就來實測一下 看它的清洗效果到底如何 Let's go 首先呢,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使用之後的一些心得啦 它雖然有附這個非常好用的一個可以折疊的水桶 如果說今天你是在戶外要洗車 那附近又沒有水源 那我就會準備這種6公升的這種大水桶 因為呢,管子這個頭設計也非常的巧妙 就它的這個寬度啊,可以直接這樣子塞進去 所以說呢,我準備一個6公升的水桶 然後我就直接接上這個清洗機這樣子,接上去 之後我就可以直接洗車了 這樣就很方便了 這樣也不要用它的那個遮疊水桶 它那個遮疊水桶你在家裡也可以用啊 把它出門出來外面就用這種就好了 待會呢,我會先把車子先給它打濕 打濕之後呢 再用它的這個泡沫噴頭把它噴一遍 然後把車子洗乾淨,沖乾淨 來展示一下它的方便跟好用 好,你看哦 好,我先把它先打濕 分享一下那個汽車教授的洗車精還蠻不錯用的 先裝一點就好了 對不對,哎呦,泡沫好綿密哦 然後呢,再把它沖掉 哎呦 哎呦 好乾淨哦 欸,這洗車精效果真的蠻不錯的 好不好,再把它擦乾淨 哇塞 喂 超亮的,你看前後 你看那種前後比對真的差非常多啊 那其實呢,做這個測試 分享給大家也是讓大家知道說 這一款清洗機,它是一個非常方便 因為以往自己想洗車 都得要去像是投幣式的自助洗車場才可以洗 那呢,我今天有了這一款清洗機之後呢 我就可以不用限制地方的方式 你看我今天來到荒郊野外 一樣可以洗車,一樣非常的方便 所以說有這一款清洗機真的是很好用 那影片結束之前呢 還要再跟大家補充一下 分享一下 它這一款清洗機啊 它不只可以用在洗汽車 像是之後過年不是快到了嗎 你要洗家裡的浴室啊 或者是像是洗那個陽台啊 磁磚啊 或者是雨池啊 都是非常的方便 不用說像以往 但是我用那種 我之前有開箱過一個Bouch的清洗機嘛 它那個還要插電 那個就很麻煩了 那像這種用無線離電池的方式去洗就很快速很方便 好,那以上呢就是這一款離電便吸汽車機的開箱影片 那如果說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點影片底下的連結去購買 好,那就這支影片先這樣子啊 那喜歡這支影片呢 就歡迎幫我訂閱跟分享啦 掰掰